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为您介绍的是一个龟子 玫龟的龟 龟子的国语注音是 各位龟一生龟 龟一生龟 龟的本意是指向玉的石头而言 根据古人的说法 美好的石头叫做梅 而圆形又美好的石头叫做龟 于是合称为玫龟 是仅次于玉的美食 但是现在我们最常见的玫龟 则是指一种强维科的植物而言 属于落叶灌木 高约两三尺 有刺羽状腹叶 糊状花朵 花朵很大 有红白黄等颜色 不但美丽 还有强烈的香味 可炼至香水 也可以参入茶叶当中饮用 玫龟的根和皮 还可以当作黄褐色的染料 但是一般都栽植在平原里 做观赏之用 龟这个字 又可以当作魁梧或者是奇特来说 如龟暗 指的是身材魁梧的样子 龟姿是形容人的姿态美妙 龟历是鲜艳而又美丽的样子 龟如是说人的学问渊博 而且又温文如雅 龟这个字 也可以写成或念成这样的龟 这两个字的音叹意 是完全相同的 如龟宝 也就是稀少而又珍贵的东西 也可以写成这样的龟宝 最后要强调的是 龟字不可以念成四生的贵 如玫龟是不能够念成玫瑰 而这个龟字有人不注意会念成怀 如龟宝念成了怀宝 这也是不对的 此外 龟字的右下方 有一个像注音符号的丝 这也是不能遗漏的 所以在读写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